今次的重量級嘉賓是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 2019年香港黑暴橫行 無論入境、出境、本地遊大手打機 機場亦是因為大量的示威人士 獨塞了機場 香港機場被封 當時我們旅遊越界是很灰心 不知何時才可以旅遊越復甦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環境好像沒完沒了 當港法推出之後 旅遊業界是歡迎的 我們旅遊議會和各國的協會 都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 因為大家覺得港版國安法推出之後 我們香港旅遊業復甦才有望 香港國際形象才可以慢慢恢復 內地人以往對香港很多負面的看法 也擔心來到香港的安全有問題 現在我覺得如果香港疫情過後 這些情況香港都會恢復正常 我們先去看看 我們先走 我們先來看看